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4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有關康復者二維碼 話說較早期打了兩針的康復者一直拿著康復者二維碼 不過有報導指近期他們快到期的情況下 有機會安心出行定他們為紅色碼 搞的都不行 搞到到處都不能去 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講講 哎真是頭都痛 說內地那個 來到香港就臨時疫苗通能症到處都去得 但安心出行的問題 不知為何技術上好像越搞越頭痛 另邊雖然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包括今天那間結業的餅店 哎真是講最新的進展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敬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有關安心出行 康復碼都不行 市民無辦法上班 據了解立法會議員楊永傑促請儘快解決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楊議員接莫有關疫苗通行證的投訴 指安心出行未有自動識別早期已打兩針的康復者 康復紀錄二維碼半年有效期過期過後 說的安心出行即刻變成紅色馬 令到受影響的人士甚為不便 楊議員就說早於8月已經出現康復者二維碼將會過期 電子針卡就沒有確診記錄的情況 資訊科技辦事處當時就已經了解 並檢視相關系統 就說 為何一個月過後類似的問題仍然存在 拒促請當局公佈受影響的人數 並主動聯絡市民跟進 盡快協助解決解決這個紅色馬的問題 話說楊議員表示有部分在第五波疫情期間 確診的市民沒有將康復紀錄加入疫苗通行證 第三針期限一到 藍色馬即時轉成紅色馬 楊議員協助多位市民將康復馬加入疫苗通行證 不過掃這個康復馬後 顯示錯誤 部分人嘗試十幾次後 才成功轉為藍色馬 有部分刺激都不行 因而無法進入各類處所和政府場地 甚至無法上班 楊議員質疑 究竟是系統還是資料付出錯 需要長時間才能修復問題 出請政府和安心出行承辦商 盡快解決 越來越多人無端端轉成紅色馬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或者你們的朋友遇到這件事 佳因是康復者 早期已經打針 但當時有機會就有些技術困難 沒有把康復記錄放進去的安心出行 一到期即過了半年的寬限期 蓬一聲就變成紅色馬 我打算弄碰他 怎料搞的都沒有反應 都顯示錯誤 而且估計 這個突然之間轉紅馬 的人數是非常之多 當局暫時未能公佈有多少人受影響 這個數字當然重要 要知道有多少人數以百計數以千計都有個數 但安心出行這個轉紅馬的情況 近日有機會陸續出現 加因不少打兩針的康復者 近期就慢慢逐個逐個 舊期 這個寬限期已經到了 結果轉了做紅馬的話 有機會到處都不能去 甚至是不能上班 有關紅馬的情況 我們持續跟進 說越來越多頭痛的情況在香港發生當中 根據HK01的報導 有抗疫的士 曾被揭發為例 撕了標誌 跑去街客 運輸局改用更大的貼紙 打算補獲 報導的難民是這樣的 目前機場旅客到港 需要乘抗疫的士 前往指定酒店檢疫 早前有傳媒揭發 有抗疫的士司機 接坐員 酒店檢疫旅客過後 自己撕走了抗疫的士標誌 然後走去接街客 運輸及物流局 在今日9月14日宣布 已經要求同抗疫相關的專屬車隊 包括接載檢測結果程陽性人士前往社區隔離設施的專屬巴士車隊 接載求診人士往返 醫院管理局指定診所的專屬的士車隊 以及接載底港人士前往政府檢疫酒店的的士車隊等等 除了車隊特定標誌之外 亦都需要貼上政府防疫計劃的標誌 當局又說 明天 9月15日開始 將會提升 接載機場旅客 那個往指定檢疫酒店的抗疫的士後車 和登車安排 又揭發一個新的漏洞 說這類的士只能載一些檢疫的旅客 由機場往檢疫酒店 當中有些人有陽性 結果這隻的士僅限於這類情況去接載 但有司機 送完那個人可能陽性 可能去到不同的隔離設施過後 撕掉那個 即是拿走的標誌 出街照樣載客 最多載客後貼上去 當局的解決方法 HK01 意圖補獲 給他更大的貼紙 其實大的貼紙一樣可以撕掉 其次就是這個會否造成病毒 在社區繼續傳播的其中一個來源 你的的士剛剛載完一個陽性的確診者 然後轉過頭就撕掉貼紙在街上再撕 結果坐在這裡沒有病變有病 究竟相關的情況出現過多少次 又是沒有數字 這個各位都要留意一下 另一邊雙亦都跟進一下 今天的那間餅店的最新情況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 海關高度關注 暫時接獲一宗投訴 已經成立專責隊伍跟進事件 報導的來文是 連鎖西餅店Costini在昨晚9月13日 突然宣佈全線結業 不少已經買了餅券 禮券的顧客未能換到有關產品 香港海關表示 截至今天9月14日下午5時 海關暫時折磨一宗 有關那間連鎖餅店的投訴 並已經聯絡投訴人了解詳情和展開調查 海關指高度關注事件 已經成立專隊 跟進 會密切監察的情況 而海關人員今天也去到相關那間餅店的分店貼上告示 如果發現有商戶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海關是會採取執法行動 又呼籲已經買了相關連鎖餅店餅券 或者禮券的顧客 盡快聯絡海關 接獲市民投訴後 海關會馬上根據資料 展開調查 若然有網友的朋友買了這些餅券 怎算好呢 據了解相關的虎主已經在網上 成立了一個關注組 聯盟等等 希望能夠繼續跟進 海關就說暫時只是 接獲一宗求助 各位苦主可以考慮找海關求助 在以往應該要有些立法會議員幫忙 那時候大家不記得 那時候試過有旅行社倒閉 有很多人買了一些套票 那旅行社撿了一顆 於是那些錢 怎麼算好呢 那時候小弟要幫忙 陰貴公 留夜要聯絡很多人士 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追 最後都搞了好幾個月 才透過 其他的方法 可能是女議會 可能性 才能夠有一點補償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 以這件事件為例 就要看看那些朋友 是怎樣團結 真的要努力一下 找各方面幫幫忙 尤其是有公權力的機構 人士 另一則相關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多間同業略盡勉力推優位 是幫助餅卡持有人 有店舖歡迎受影響的員工加入 這樣說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不少顧客 光顧這間餅店過後 他們持有的餅卡變成廢紙 多間同業 就為這些餅卡持有人推出優惠 希望略盡勉力 在本港有幾間分店的元祖滋味古早蛋糕店在網上發貼文 指 雖然店舖和這間的Costini並沒有任何關係 但仍然希望略盡勉力 店舖將會為持有相關餅卡的客戶提供優惠 凡是在這間的元祖滋味分店 購買任何口味的蛋糕 可以用餅卡一張當作$35來使用 每次只限用一張餅卡 據了解有好幾間餅店 餐廳陸續加入這個行列 希望能幫助餅卡持有人的損失 不過事件就越鬧越大 相關的高點店曾經有人大代表入股 又說創辦人其實是在2013年非常之輝煌 近期就說疫情過後 因為追租突然間碰一聲追半年的租 於是不夠現金流 創辦人就說已經借了8000萬的現金 不過也不夠蓋 情況真的相當之論盡 估計事件會持續發酵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狂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由早到晚緊貼香港各大最實時的消息 我是狂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